好,我们再来看一个Cadence Park的一个县房 它是2766尺独立屋,四房四位 电商全部做完升级,现在要价是107万4千 这个县房 它一个卧室在一楼,两个卧室在二楼 第三个卧室是在三楼 这个户型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也不是很大吧,一个还ok的一个侧院 而且它的侧院有一点好是它离后面的房子会很远 因为它中间隔着一个车道,一个小的车道 所以其实这个房子,然后它是因为是角落位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是空间是非常的开放 然后一会儿在楼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卧在这个方向 然后上面是第三个卧室 楼底下是一楼一个卧室 它这三个卧室的采光和视野都是很不错的 然后整个屋子是朝冬向的,夏天也不会太热 好,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那屋子现在也全部,是等过户之后是 会有Google Smart Home的那个 全部的一套东西,会是一个智能的家具 好,我们进来,进来 我们看到这块地方可以放一个鞋柜什么的 然后我们到左手边,左手边就是楼底下的一个卧室 卧室,加上楼底下的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全尺寸的卧室 带领域的 然后这边是升级的洗手盆 好,我们看一下这楼底下的卧室,采光很好 也很高啊 有10尺寸的层高啊 有10尺寸的层高 然后它的那个,卧室的衣帽间 卧室的衣帽间 也是蛮大的 蛮大的 全部是8尺的门框啊 这个是非常显档色的 好,我们从卧室出来 卧室出来之后就看到了厨房和餐厅的区域啊 厨房和餐厅,不是特别大 嗯,但其实还可以 因为这种类型的房秘 一般的会比较紧凑一些啊 那如果公共区域很大的话 那它势必在卧室方面 就会有所牺牲 所以它就这样的话 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那我们看到厨房的打台 然后包括它的 嗯,back splash和操作台 都做了升级,包括橱柜啊 这橱柜的颜色也是挺 挺classic 的 比较比较显档次的 然后也是不锈钢的 轻入式的微波炉和烤箱 然后这边是拖牌 然后是 啊,一共有六个 有五个灶头的 Banner 然后这个底下台 是做了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 拉开式的抽屉啊 然后这边是 新闻机 好,这边是客厅的区域啊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客厅的区域 还是很整齐的啊 是蛮滑的 蛮滑的 蛮好用的 它这个家具全部是 做的station 到交屋的时候要拿掉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车库 啊,车库 它的车库也是挺大的 它车库也是挺大的 这边有一个储藏的空间 然后外面是一个 标准的两车位 啊,车库的地方啊 OK 然后车库的对面就是 楼底下一个储藏间啊 可以装装鞋子啊 然后洗,吸尘器啊 这些东西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花园 这个花园其实是 很多 嗯,独立屋都不具备的 一个 一个位置啊 因为它是一个角落位 所以呢 它的那个 所以它的私密性是挺好的 它不会有背后就是 别人的一堵墙 然后树在那边 就怼着你 你感觉很压抑啊 这一点都没有 这个花园看上去不是很 不是很宽啊 但是它很,它很长啊 其实如果做完布置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还是可以做很多文章的 在这个花园里 尤其是 这个后面是 比较开放的一个视野啊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花园 那它也有一个小小的一边 你看,加州屋也做了灯 这边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这个啊 所以说也是 OK,OK 好,现在我们去到二楼 二楼是有两个卧室 全部是套间来的 这个卧室 一个很大的卖品 它是四房四位 就是三楼 就是 楼上的三个房间 全部都是套房啊 好 我们先去其中一个套房看一下 而且二楼 它因为是 只有两个卧室 它可以把两个卧室分得很开 等于是一个主卧和一个四主卧的设计 或者说它楼上是有三个主卧 那我们去到三楼去看一下 三楼的卧室是一时一天的也很好 好,这边这个客户 你看,其实面积是很大的 面积是很大的 它因为它整个屋子有2700多尺 是很实用的一个面积 也是一个卫生间套在里面 然后进门的话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厨柜做了 好 这个是走廊 走廊这边呢是洗衣房 洗衣房呢 做了水池 非常非常好 做了水池 好 好,我们到这里来 现在我们进到了主卧的 主卧的区域 主卧的这个卫生间是超赞超赞的 你看这么漂亮的卫生间 全部是升级的浴缸 这张升级的淋浴房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里面是马桶间 里面是马桶间 然后这边是双台盆 是双台盆 没有毛病 我们看一下抽屉 这个纹其实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我们看到地盘 全部都是升级 踩在脚底下是有感觉的 好 然后我们看到主卧 主卧的位置 主卧的踩光是很好 主卧的踩光是很好 因为它 嗯 嗯 那个空间感是非常强 它 它正对的是小区的马路啊 这种这种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 它对着马路 可是马路又不是大路 它寄给你开阔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带给你噪音 又不会带给你噪音 所以即使这边 呃 呃 这边会有个小窗户啊 是对着别人家 但是这个无伤大眼 你把窗帘一装的话 其实主要是看这一遍 要是看这一遍 好 然后呢 主卧的 一帽间 我们看一下主卧的一帽间 一帽间 一帽间还OK啊 不算特别大 但是其实也完全够用 完全够用 好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主卧的 对于空间 重新扫一下 扫一下 主卧是蛮大的 很很正方的一个空间 OK 好 我们现在去到三楼 三楼 这个卧室非常讨人喜欢的一点 是它三层楼面全部有卧室 那么如果这种房子需要出租的话 那它租给两个人都是可以的 一个人住在一楼 另外一个房客住在三楼 互不打扰 然后自己的话 拿中间两层 中间两个卧室 而且每个卧室都是自带领域的 好 这边上来 如果不出租的话 这边也是会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套间 可以给小孩子住 一个人在这边 一室一厅的感觉 这是一个厅 然后 这边是他自己的一个淋浴间 也很方便 年轻人很喜欢 没有浴缸 直接步入室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卧室 这个三楼的这个卧室 这个卧室其实是很大的 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它这采光也很好 步入室的衣帽间 你看这边一个空间多大 它床如果放在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 跪着这边的话 这边都可以放一个 在样板间设置的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小沙发的感觉 你可以躺在这边看看书啊 然后在这位置可以放书桌 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远处的山 视野是非常非常开阔 所以说这个屋子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喜欢这个户型 也觉得这个价格OK的话 现在107万4千 然后包括很多很多的建商的升级 2766尺是个很大的房子 在大公园新房 然后去 它离学校非常近 走路去学校就是一两分钟的距离 它就是隔一排 离学校很近 可是又不会被学校吵到 因为它不是正对着学校的 107万4千 好 我们现在可以找我来去和建商谈价格 谢谢